婆婆妈妈人手一袋鸡蛋 就怕玩了一步买不到 年前鸡蛋缺货 年后民众还在抢买 台中这家蛋行 限量一次只能买15颗 贵啦 买不到啦 之前彰化不是青柳杆 扑灭了12万只的鸡 也有可能啦 那些都没在控制 记得像一个人 黑白铁 黑白铁 到死人去死人 不要在那两棋子里 为了一颗蛋 全台鸡飞狗跳 PTT上更有彰化蛋农怒批 政府年前宣布洞涨 害他酒店内 让利给蛋商8600万元 损失谁来赔偿 开工后却蛋潮 依旧放心为爱 我们过年休息一个礼拜嘛 那所以相对的蛋的需求 大家都先休息了嘛 所以这个礼拜会比较充裕一点点 比之前还多了一倍 在下个礼拜可能 因为大家就是做生意的 开始做生意 所以需求也是上来了 所以蛋量又会再往下掉 但行业者苦恼 下周恐怕一旦难求 风抢物资的全民运动会更严重 加上年后万物张声响起 只怕更难党 明月怒火 我们已经请出相关的同仁 这段时间对于如果有人 恶性的囤积拘棋 我们要严抓 也欢迎大家检举 强调绝对严格打击 蓄意哄台价格的摊商 台中市府也再次喊话中央 应该善尽管理调配 民生物资和控制全国物价的责任 怀宇新闻红石乘客贯成林嘉倩 台中播动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怀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粘质 优质